延續追拍的部分,先預設在調的轉拍裡面 那如果覺得說凡是靠手中,我們喜歡用誰手中的部分 可以強調的就是透過OK鍵的控制 panel的介入 一定要選擇全區對焦,也就是全部的對焦點 然後CAF,然後就看你要隨時對焦或者是斬點抵交的部分 就可以做 那另外一點就是,你必須要進去Menu裡面 將這個自動對焦選單的顯示要拍再會,才會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再來就是在活動效應的部分 相較於6300的快速的一個雙拍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火車的部分呢 它的活動效應表現降到非常低 其實在這一個呢,其實很多人都有疑問說 那為什麼,我們都知道現在夜花媽兔跟150 其實都贏到3萬2千分之1秒 所以電子快速的部分 但是就我會說,那電子快速這麼快的情況下 這麼成熟的情況下,為什麼還有機械看 這是一個好問題 我想這也是一個期待客服的一個技術 那明年或未來,火力盤在這邊會不會有更驚人的表現 那明年或未來,火力盤在這邊會不會有更驚人的表現